妻妳最愛的人 但是中間有一片玻璃 她是這樣講 笨啊 我們來看一下生活中的 笨男人跟笨女 他把妳氣到多麼的生氣 像我們家的老公 就是千啊 百啊 萬啊 他一眼瞄過去 他沒有辦法辯認 有一次我跟他去一個 名牌包包店嘛 然後呢 他就看到有一個 軍用的背包 很漂亮 然後他就說他要買 然後其實當他說他要買的時候 我就愣住 因為他很少買超過一萬塊的東西 然後那包包就是一萬多塊 然後他說他要買之後 他還又再講說 我要再買一個送給那個誰誰誰 因為他馬上就要生日了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達明哥什麼時候 轉姓變得這麼慷慨 買給自己這麼貴之外 還在買禮物送給別人 然後我算一算就要 就大概兩萬多塊錢吧 然後我中間就一直懷疑的問他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你為什麼要買這麼貴的東西 他說哪會貴啊 拜託這哪會貴啊 結果到了那邊算帳的時候 人家嗶嗶 兩萬多 嗶出來兩萬多的時候 他還罵人家耶 他還說什麼 你有沒有算錯 你要不要再算一次看看 怎麼會是兩萬多塊呢 然後我就很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看錯了 我就趕快把他拉住 我就跟他說 爸爸 確實是兩萬多塊 他說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把那個標籤給他看 我說因為你要不要再算一下 你一定是把他看成一千多了 對不對 那可能是 然後他就說那半是多少 我說人家明明就是一萬多 你為什麼看成一千多 還有可能是那一次掩誤嘛 對不對 不小心看錯 而且可能是在他的生命裡面 可能很多數字都沒有超過萬的 可是你知道白癡到 可是可能是因為你的東西 都是超過萬的 所以他每次都會看錯多萬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男生你看錯 你笨沒關係 但是你不可以嘴硬 對 而且你到最後 通常我們就想說 看錯就自己認了對不對 就把他買下來 他最後還竟然可以不買 很正常啊 因為他看錯 所以他就跟小姐說 不好意思 我看錯了 然後還講了人家一頓之後就說 我看錯 我不買了 好丟臉 然後我就覺得超丟臉的啊 然後不買以後還轉過頭來說 再一張 不是 超丟臉的 然後那個小女生就翻個白眼 然後就好像覺得 你們在幹什麼 從頭到尾都你們兩個在 在那邊忙著要命 然後還要罵他 最後明明就是他看錯 可是這種事情 這不是只有這麼一次而已 是已經很多次 所以當他那樣子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知道 他看錯了 連那麼簡單的幾個數字排列 那你為什麼不是在他去買單 之前趕快告訴他呢 我只是懷疑 但是我就不想潑他冷水 可是我覺得男生在笨的事情上 除了數字之外 還有在做家事這件事情上面 我說我是可能在忙做別的家事 我就說 Baby你第一個會幫我掃一下 我說你幫我掃 因為我待會要拖嘛 他就掃一下 掃得好乾淨 掃得很乾淨 我想說那 就好啦 你掃到哪 因為本機在後陽台 我說你掃到哪 他說沒有啊 就掃乾淨啦 掃到沙發底下去的 在沙發底下 那個灰塵跟垃圾紙團 全部都在沙發底下 對 然後我就說好 有一次是 我要洗我的衣服 然後我已經幫他把他的衣服 前一天洗好曬 曬在後陽台 我說Baby你可以去後面 把你的衣服收下來嗎 因為我要洗衣服 我待會要曬 上面都是你的衣服 我沒有辦法曬 沒有位置 他說 喔好 然後他就去後陽台 然後後陽台進來 把衣服收回房間 他說 我就說好 那你放在床上我來遮 然後我要把衣服 抱去後陽台洗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你知道嗎 我知道這個褲子 他衣服是收了沒有錯 但他真的是神力耶 他衣架全部在天花板上面耶 就是那個 他收衣服啊 他收衣服 但衣架都沒有拿下來 就是衣服他每一件都用 扯的扯下來 可是我遇到是女生 那個做家事比較生活白 你胡扯 真的很多 有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公主病的女生 基本上家事我完全不會做 要不是我們老兵自己習慣的 我們就一次一切搞定 太厲害了 對 像有一次他就說 我生日他要幫我煮飯 我說好啊 我OK啊 4點就進煮飯 還不准我進去 他說你不要來看 他看的話他會緊張 他會進去 我就看4點 5點 6點 7點 他說不出來耶 然後後來他終於出來 我說寶貝那可以吃飯了嗎 他說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們今天還是去外面吃好了 我說好 怎麼 結果一開門一看 我那個火爐上面 全部都是泡泡 一片都是泡泡 整片的都是泡泡 全部都是泡泡 那個衝龍眼鏡下面 還有那個火爐上面 全部都是泡泡 我說你怎麼啦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外面有一個 看起來像棕櫚 我覺得這是棕櫚油 他就加下去 他以為那是油 結果人家是棕櫚的洗碗精 他整個就加下去 然後整個啪 整個出去 他只是看錯了 他完全 重點是他跟你一樣講 所以答案也是看錯了 對 然後更好笑說後來 後來我們就說好吧 那沒關係好了 下去吃飯好了 他說不然這樣好 我今天我請 他說看一看 1100好 他請客 他就刷卡請客 結果刷完卡以後 我們上來以後不只 11萬 他完全看錯 因為人家打錯 打成11萬 他也照顧 然後還好是那個 那個老闆娘跟我很說 他說不好意思 才1萬多 你看我們這11萬 請你11萬不好意思 他打錯 但問題是你簽名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看帳單 萬一人家是 不是那個認識的話 讓你簽11萬 你怎麼知道他不知道 還得了 搞不好他就是11萬 他說沒關係 我就請我Baby吃飯 誰會那麼大啊 你自己在那邊誤會人家 看一下吧 對不對 你看這個看錯 跟你那看出去差相距非常大了 是不是 對不對 不一樣 我一次 因為我每天做飯 可是我一次下班回家很累 很餓 所以我女兒在家 我問他 寶貝你可以準備意大利麵 意大利麵很容易對不對 很快 很快 對,本蛋都會做 本蛋都會做 本蛋都會做 什麼 也不一定啊 不是,我去洗澡 今天華比歐好像有個人情緒 對啊 華比歐是華比歐 第一次聽他講 他EQ很好耶 從他的那個浪漫的嘴巴裡面 吐出白癡跟笨蛋 對啊 不OK 真的 然後我去洗澡 然後我又來 寶貝,我不知道什麼做 你看,對不對 是不是 好白目啊 真的 他都好白目 如果你真的很吃飯 你下班都買東西回家吃就好 為什麼他這樣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我回家了 我說Paul,你去做佛跳牆 佛跳牆跟一道一輩差那麼多耶 是嗎 那道理啊 你是看到我的光頭想要佛跳牆嗎 他出家人,你家做佛跳牆 這個道理就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做這一道菜啊 發表,你的女朋友是台灣人嗎 法國人 法國人 他想說難怪 因為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台灣人都吃泡麵 他沒有來吃義大利麵 你跟他碰到什麼比較笨的男生 我問你們男生 一個生活的小嘗試 便利超商多少萬元以上的卡費不能繳 說 兩萬 我們是沒有到便利商店去繳到這麼多的錢 何必呢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 搖局 搖局為何化波 好不好 老邊都帶現金在口袋的 我沒有錢 我拿包 我們很少去繳 拿著老花眼鏡慢慢填單 我必須要說 我們不是去遊行就是去農會嘛 這個問題 無法問賈斯汀 因為他不會超過兩萬 他不會超過的啦 因為我那個朋友他就是 他不知道便利商商不能繳超過兩萬塊的卡費 於是乎我們就說 那你就去銀行繳啊 他說 銀行 銀行要怎麼繳 然後我就說 你就去抽號碼牌 然後錢給他就好啦 他說 我不會耶 就是那個 忘記辦義男正名的那個白癡 那你還跟他在一起這麼久幹什麼 我沒有跟他在一起 還是我的HOLD FRIEND 好朋友 同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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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害得變這麼笨 你講完了嗎 講完了 我還有一個便利商商的故事 也是一個男生的朋友 然後便利商商不是可以買車票嗎 高鐵票是不是可以便利商店買 可以 然後BVB按完之後 是不是確定他會送單子出來 對 他可不可以拿那個單子去做高鐵 他不知道要去虧台結帳 他拿那個BVB條碼去做高鐵 沒有票耶 這笨不笨 男生怎麼那麼笨啊 什麼男生笨 有一點笨 女生就不笨嗎 對 你們前面幾個例子已經 顯示你們已經夠笨了 我告訴你